过在辈子里的女孩名叫小静 在这间破败不堪 充满恶愁的房间里 小静和住在他隔壁的哥哥小峰 已经与世隔绝了二十年 你出不出去 不出去 你还过去捡整楼去看看吧 好不好 那你在这里头不能拿饭吗 你没有看味道又香了 那你平常吃饭 大家吃饭了呀 我不吃饭 更损人听闻的是 据邻居们讲 将兄妹二人锁在屋子里的不是别人 正是兄妹俩的亲姥姥 而就在记者到访前一周 兄妹俩的姥姥刚刚去世 二十多年来 小静和哥哥小峰 一直生活在这间黑屋子里 除了他们的母亲和姥姥 兄妹俩几乎没有见过任何人 不过提起小静当年的样子 村民们还都记忆忧心 一个就让称赞他长得漂亮 可是不久前村里却有了新的说法 一位村里的剃头师傅去给小静的哥哥小峰离过发后 告诉人们当年十分漂亮的小静 如今已经面目全非 村民们讲 两个孩子的母亲患有间歇性精神病 父亲在小静两岁 小峰六岁的时候 就和他的母亲离了婚 这让当时的一家之主 小静的姥姥非常气愤 他坚决不允许 他的父亲 见着两个孩子 随着兄妹俩逐渐长大 他们的姥姥干脆把两个孩子关了起来 一关就是二十年 二十年的关闭生活 兄妹俩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 他们如何才能走出 禁闭他们俩二十年的牢笼 好 让我们一起寻找真相 怀着半信半疑的心情 记者敲响了小静家的大门 开门的正是小静的母亲 为了让兄妹俩尽快走出屋子 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闻讯赶来的村民 也纷纷帮着记者 劝解小静的母亲 让记者见见小静 在记者和众人的劝说下 小静的母亲终于打开了那扇 坐着的房门 推开房门的一瞬间 一股几乎让人浑热的气味扑面而来 小静 小静 你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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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想骂 他不想骂 你不带你 你打掌 快点都是你坐 快点给你笑 小静你站起来 再说两句话 好吧 你都正经 屋子里没有电灯 借着门外一丝光线 记者看到 在这个不大的房间里 堆满了破旧凌乱的杂物 甚至连个下角的地方都没有 在屋内一角 有一张狭窄的床铺 床上也约躺着一个人 记者尝试着与小静进行沟通 但是小静对于记者的到来 却十分排斥 无论记者如何劝说 小静都将自己紧紧的裹在 已经发霉的被子里 坚决不同意与人将见 而小静对面的另一张床上 哥哥小枫蜷缩着身子 不停的自言自语 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 陌生人到来 一中间一后打扮 如果是说 他又不愿意见医生 又不愿意见专家 那你以后就没打扮 那你这两个孩子咋的 那我明白了 小静母亲的说法 多少有点让人意外 二十年来 究竟是家长束缚了孩子的自由 还是孩子自己不愿意出来 三天之后 记者带着医生 再次来到了小静家中 想给小静和小枫 进行一次身体检查 你看看 我们来看你了 看一眼好不好 不能巧 为什么呢 为什么 不管大家怎么努力 小静都始终把自己的头 紧紧的包在被子里 拒绝与人相见 难道小静真的已经变成了 村民们口中的白毛女 小静会不会是因为 没有勇气面对自己 容貌的改变 无奈之下 医生开始将希望 寄予年龄稍长的小屋 来你你你坐正 你坐志 坐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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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来吧来吧 坐起来 好好好 没事 坐起来 坐起来 持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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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可勇敢 可说好了 对对对 坐起来 血牙怎么样 平常 一百一百十一只 哎 不用这样 不用这样 这些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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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的全区肌肉萎缩 长期的全区肌肉萎缩 没有接受外界的信息交流 另外对那个什么 对这个外面的事件呀 包括一些常规的交流沟通啊 都一个 慢慢的一个自我封闭了 二十年几乎不见天日的生活 不仅严重随害了兄妹二人的身体健康 而且让他们患上了自闭症 为了能让小金兄妹尽快走出屋子 医生们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给他吃的不要都送到这个床上去 一定要让他主动的 在那自饮 你饿了就了 出去 你要让他哪里哪里有东西 是吧 你教他 你要东西在哪里哪里放着 让他去损找 好不好 慢慢慢慢 他可能还会走出屋门 还会恢复他 以前那种功能 把门都打开 他想突然就出来 咱大人先接受 想要让他上搜 好不好 如果有什么搞不懂的话 我们再找你 好不好 一周后 当记者再次来到小金家时 已经明显感觉到 这位原本对一切都充满戒备的母亲 正在默默做着改变 那你现在准备打扮呀 那就跟你说的 要想真正让兄妹俩走出屋子 必须要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 可仅仅依靠这位母亲的改变 显然不够 两个孩子的父亲 就住在离他们家不远的一个村子里 当初父母离婚的时候 法院把孩子探给了父亲 但是孩子的姥姥强行扣留了两个孩子 起初 父亲曾多次来探望两个孩子 不是被拒之门外 就是被打骂出门 后来 孩子的父亲再婚生死 再也没有来看过他们 他们的父亲 是否知道兄妹俩人的遭遇 他是否能够伸出援助之手 帮助兄妹俩 好足备用 在村民的指引下 记者在邻村找到了小静的亲生父亲 一见面 他就向记者回忆起来 他最后一次见到两个孩子时的情景 我一直一看孩子 孩子们都还攒出来 我说 疯了 你爸来看你 咋不住 你咋不住 你咋不住 他管想 你不靠 当时我的第二年人 他说 爸爸 我也想你 我想 我吃了 想你 我找不到 你也不能靠 我吃了 没有办法 有时候说这话之间 他拿了点 连绝带嘛 就把我推出来 那是最后一次见到他 嗯 那是最后见到一场 我那个人说这话 我怎么能不心想 我怎么能不心想 你想呀 而且你也不管了 那就靠我本了 而早在十年前 小静的父亲就曾经试图营救过兄妹俩 他趁孩子的姥姥不在家 将两个孩子送到了医院 然而就在他们慢慢康复时 孩子的姥姥再次带人 强行将两个孩子抢了回去 谈到当年那次营救 小静的寂寞忍不住惋惜 在记者陪同下 小静的父亲来到了小静家 但是当小静的母亲一看到他 就立刻紧张起来 说什么也不让小静的父亲 见两个孩子 你还在想着能俩的矛盾 你就不为你的孩子着想吗 你就不为小静着想吗 就让他一辈子钻在那被窝里了 无奈之下 小静的父亲只好趴在门窗上 与儿女们沟通 可任凭小静的父亲如何呼唤 都没能换来儿女们的一声应答 在小静母亲仇恨的言语中 小静的父亲默默地走出了大门 父亲的出现并没有唤醒兄妹俩沉睡的心灵 在村民们的帮助下 记者找到了小静小学时的班主任 黄老师和班长 可两人刚到大门口 便被小静的母亲拦住了 无奈之下 记者只好自己拿着黄老师 带来的礼物来到小静的房间 小静的说法让我们很震惊 到底是二十年的禁闭 让他忘却了曾经的一切 还是自闭的心理 让他不愿意去接受外界的一切 倒是一旁的小风 对黄老师带来的礼物 咱不绝口 看着小风吃得很开心 记者决定先将小风抬到院子里 晒晒太阳 也顺便激励一下小静 今天我看天也挺好的 才能外边让他 就就在一小会五分钟 我们再给他抬进来 行不行 好吧 我怕你同意了 那行 阿姨让我们另外一个记者来 他有劲 你入一下这个小方 在大家的搀扶下 小风艰难的走出了黑屋 这是二十年来 他第一次走出房间 呼吸新鲜的空气 走出房间一个小时后 小风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他甚至开始主动与记者说话 这是小风二十年来首次主动和外界交流 记者为了试探一下小风 故意上前拉他 然而小风下意识的这个举动 让在场的人无比称分 哥哥小风已经迈出了第一步 可是妹妹小静 到现在还是把自己紧紧的裹在被子里 不肯露面 这难免让人心交 小静的母亲说 这只猫是小静养的 猫身上的衣服是小静自己做的 从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出 小静对爱是多么的渴望 和哥哥相比 小静的胆子要小得多 他不仅不敢出门 而且听到一点动 他都会钻到被子里面去 小静这个样子 他能走出屋门 接受外面的生活吗 为了能让小静尽快走出屋子 几天后 记者带着心理专家 再次来到小静家 希望能够打开小静 封闭已久的心灵 一行人刚进家门 小静的母亲便告诉了记者 一个好交集 小静今天有了新变化 给他风线一套 雾线一套 好 现在他洗头了 几天想要赖一次 希望 看来今天小静的心情不错 那他愿不愿意和心理专家 见上一面 这个传说中的杨玉莹 白毛女到底是什么样子 能让我们见见吗 小静 当初是因为什么事情啊 就躺在床上就不起来了 就都开心脑子了 跟家里人闹别扭了 是你跟家里人闹别扭了 那姥姥去世的时候 你有去送过他吗 你在这边就要老了 啊 在这边就要老了 恶心说了 嗯 为为什么恶心说老了呀 不喜欢呢 拿着衣服让妈妈找衣服给你穿上 然后你在外面再洗洗脸上 洗洗手 再伸出头让他们给你好不好 不是啊 看见了 看见了 我看见了 不想笑 那你自己 不动 不动不动不动 不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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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沟通失败了 小静依然紧紧地抓着被子不愿意露面 而前些天 曾经被我们抬出黑屋的小枫 此刻依然蜷缩在床上 失而沉默 失而自言自语 小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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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想出去吗 啊 谁都没有想到 小枫的精神状况会出现反复 原本已经看到的一线曙光再次消失了 而一旁的小静情况更加糟糕 他自始至终都不愿意面对陌生人 来来来 来来来 这怎么会这样干他 你又不害怕你又不露脸 你又不露脸来你把手伸出来 来来来从这缝里头 来从这缝里头 不害怕 不害怕 把手已经伸出来了 啊 握握手 哎呦我这只手多好 呦呦这小姑娘手多好 白嫩白嫩的 多好了 握握手 握握握手握握握手 嗯谢谢你啊小静儿 正当我们隔着被子和小静交流时 我们突然意外的发现 小静竟然从被子里露出了眼睛 偷偷的观察着我们 小静能够突破自己的心理障碍 走出这个住了二十年的小黑屋吗 昔日漂亮的小女孩 究竟变成了什么样子 为了不惊吓到小静 在场的人都假装没有注意到她 继续与她聊天 渐渐的小静把整个头都伸出了被子 由于缺乏光照 小静的脸显得很苍白 令人惊讶的是 漫长的二十年尘封岁月 在带给小静精神痛苦的同时 似乎也留住了她青春的容颜 你特别年轻你知道吗 到底十几岁你老实交代 你属啥呢 属羊呢 三十长了就年 随着交谈的深入 小静慢慢的从床上坐了起来 这时我们才清楚的看到 小静根本不是传说中的白毛女 相反的她的头发又黑又长 十分漂亮 看到小静的心情不错 记者趁机提出 带她去院子里晒晒太阳 可慢慢没有想到 这话一出口 小静便一下子又缩回到了被子里 尽管小静十分抗拒 但是在争得小静的母亲同意后 大家还是决定将小静抬出来 本以为小静会极力反抗这种强制行为 可是就在半推半就中 小静被抬出了小屋 并安静的坐在了院子里 一会儿小静慢慢的放松下来 在众人的赞美声中 开始感受着阳光的温暖 从小黑屋里边走出来 只是他们恢复正常生活的第一步 因为他们长时间的卧床不起 肌肉已经萎缩 不能正常的行走 需要长时间的恢复治疗 另外 二十年的封闭生活 两个人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自闭 和沟通障碍 需要细续的心 争得了小静母亲的同意之后 记者为两个孩子联系了一家医院 但是当工作人员去接这两个孩子的时候 又遇到了新的 任凭大家怎么敲门 小院里都是一片寂静 难道一家三口出了什么意外 情急之下 大家决定翻墙进入小院 进入院子 大家才发现 一家三口都躲在屋子里 本来同一般家的小静 说什么都不愿意离开了 在里面hood 穿雪 不是 拿红菜拿什么采維 不可以拿と不喝 为什么不价根 gebe 重要点 那也听起来都不好 你不是畅 反正别闲 你有arti 可 你在哪 p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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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sh 小静 你这是初二犯人 你知道你多大了吧今天 不去 居然是不去 小静的病情已经一再延误 如果不采取积极的治疗措施 病情会更加严重 大家决定将小静强行带往迷远 混乱中 小静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把剪刀 与大家对峙起来 也许是女儿的叫喊声 刺痛了母亲的心 原本十分支持去医院的母亲 突然拦住了大家 我说你都太心了 你都太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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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不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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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回事 我都不信了 我都不信了 关键是你刚才的創意走 我都特别信了 我来着这快打败念了 给你等一会儿接受 我感到很信了 我把她整回成鸡肉 就是你最想的缘分 也是我最大的缘分 看得出 小婷的母亲也十分矛盾 她既希望两个孩子能早日康复 可又害怕他们出去后受苦 心里积蓄已久的委屈 终于爆发了 小巫的气氛一下子变得十分沉重 难道近一个月的努力 就这样白费了 出于对兄妹俩未来的考虑 大家决定 强行将小婧带往医院 小婧终于被乘空了台上的汽车 到院外不过几度之遥 但是小婧却花了整整二十年的时间 现在小婧和哥哥小婧已经康复了许多 很快他们就可以回家了 这个案件说起来让人很遗憾也很心痛啊 花季的少女和一个充满这个青春气息的男孩子 但是由于父母的离异 受到了这种非人待遇 关了二十年 其实我都不能想象的怎么关的 这二十年怎么过来的 你想这三十年的人生就全部毁掉不说 未来的三十年或者六十年 他们该怎么面对 他们这种心理的伤害 这种生活技能的丧失 还有没有办法不救 我们都很担心 这个姥姥她肯定构成了一种非法拘禁犯罪 而且情节非常恶劣非常严重 那么至于说我们这些村民们 应该说也是蛮愚昧的 如果知道有人被这么长期非法拘禁而不报案的话 我们这个觉得也很可悲 所以呢我们说作为一个守法的公民 有基本道德希望的公民 最低条件最低条件 看到了这种违法犯罪行为 应该积极向政府 相关部门向公安警方报案 这才是一个我们做人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和理性 小峰和小静兄妹二人 无疑是他们父母离婚的牺牲品 我们衷心地祝愿他们早日康复 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